用阿拉伯语解释下了句子中画现的单词 他是一个有社交能力的人 一个拥有智力并不能单独保证在实际生活中的成功 这就是要求我们全面重新思考 个体智商概念的原因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 提高儿童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最佳方法是什么 讲座的主题涉及 培养青少年与他人建立友谊桥梁 与他人合作以及解决任何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的能力 情商的神体之处在于他可以增长 这个男孩患有缺乏自我接纳的能力 将自我科学纳入教育课程对于许多情商有限的青年人来说 是一个救星 这将是孩子能够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将以下每个动词放在适当的位置并进行必要的改动 这将其他人练习的课程中 这将持有限的经济期的经济 在近期中的考词中的内容 在某种程中的授意习 难道理的考词和定习惯 未来必要提供意习惯 小决定的考词和定习惯 未来提供的考词和定习惯 未来提供建立连障的考词之下 所以在某种程中的高度中的考词和定习惯 这些研究表明,中国一些地区的教育体系仍然依赖于向学生灌输信息,并没有给学生留下表达个人想法或特殊才能的空间。 这位教授在讲课时非常热衷于学生互动。 随意乱让垃圾应该摒弃的行为之一。 在古代,人们通过形象学、魔术等简单方法来预测世界的未来。 父母常常忽视孩子能力和偏好,强迫他们学习他们不想要的东西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具有中西文化融合优势的城市。 当时,人们通过来的上海是一座具有中心的一座具有中心的一座具有中心。 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共同合作 减少全球化损害其利益的负面影响 许多商店将促销作为刺激购买和增加销量的一种方式 那些追求金钱的人并不感到很幸福 因为他们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搬家上 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 以换取额外的经济回报